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那么台长在每星期天12点到12点半有一个小时的白化佛法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给大家说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为什么很多人心死不集中 为什么很多人心想不能事成 很多人为什么天天做的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又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都是烦恼陪伴 实际上就是在于我们人的心啊 现在人的心是越来越乱 现在人的心是越来越杂 现在人的心是越来越贪 而现在人的心是越来越难控制住自己 我们说心本善 心本来是属于你自己的 为什么现在的心却越难越难控制呢 就是因为你贪念太多 你今天有贪了 你就不得安宁了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不是求来的 那就叫自然来的 一个人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 而是没有对比的生活 那才是你真正自己的生活 你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快乐 你不应该去和人家的生活对比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今天住在一个小房子 你自得其乐 很开心 但当你一旦看见人家家里有大房间 大房子 你也想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活得不自在 不开心了 所以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怎样来化解你的心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要懂得自责 自己本身做错了 要能够责备自己 因为责备自己 你才能进步 如果你不能责备自己 说明你对你所做的措施 还没有一个认识 所以我们已知自修 要经常自己修自己 然后再叫家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心能够修行自修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个权利 我们才有这个能力 去教会你的家人 则其家人 幽露于圣贤之欲 而不自知 也就是说 我们家人学好了 所以呢 已经步入了圣贤之欲 就是圣贤的领域 因为你修心了 你就自然而然了 幽露于圣贤之欲 但是呢 你自己境界提高了 你还不知道 所以中国的孔父子说 天下之本在国呀 国之本在家呀 家之本在生啊 这个生就是你自身了 你自己的条件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境界要不断的提升 要不断的完善 真正的圣贤之人 他们是遇事不目 自己所碰到的事情 都会紧紧有条的把它处理好 他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 他本身已经裂入了圣贤之欲啊 孔老夫子说了 天下 之本在国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要搞得好 而国家搞得好的本 是什么呢 是在老百姓的家呀 而老百姓的家 要搞得好 在哪里呢 就是在你自身的修为啊 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 此言非特畏 有爵位者言啊 实际上 他并不是为每一位 有地位的人来说这句话的 实际上我们讲叫国家兴旺 匹夫有责呀 匹夫 匹夫 同一责任啊 我们的匹夫 也就是说 丈夫 匹夫呢 就是妇女 同一责任 男女 对国家 对家庭 对所有的一切 都有同样一个责任 所以学佛 实际上 就是学 你家 和国家 自古以来 有很多人 用佛法来治理国家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古人 经常说 天下不治啊 匹夫有责者 以天下人才 必从家庭中出啊 我们天下 没有好 没有好的社会风气 没有做很多的好事 每一位是 人 他都有责任 所以 以天下的人才 那么天下的人才 在国家里 在整个宇宙当中 要怎么样来选拔 怎么样 来解决 天下 这些不治的事情呢 那么 首先 需要的是 人才 那么人才 又从哪里来的呢 人才 必从家庭中出 也就是说 要有好的教养 才能出 好的 人才 所以 很多家庭 有善教 就是父母亲 非常懂得教育孩子 自然 子女 就 嫌善 有贤 有善良 很多家庭 没有善教 也就是 没有善良的教育 子女 只有天资者 也是 习为狂妄 就算你生出来的孩子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流入天资者 也就是像天仙般的美丽 但是她的习性 为狂妄 她也不会好好地修行 她也不懂得 怎么样 处事待人 当然 对于家里 没有善教的人 如果她再没有 天资者 她也 就是说 她也没有 天生的立志 也没有 天生的智慧 那么 她 就是 疲于 玩恶 什么叫玩恶 就是 顽固 恶化 顽固 不仁 所以要懂这些 在人间的道理 实际上 这些 这个两者 都是为国家 社会 应该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们 现在 学佛 是应该懂得 家庭教育 要知道 家庭教育 对我们 影响很大 现在很多父母亲 嘴巴里 动不动就骂人 很多父母亲 对孩子的教育 不善 很多父母亲 只顾自己 不顾孩子 那么你就把 治国 平天下的根本 乱了 如果一个人的思维 不对 你教育出的孩子 也是 让孩子 能够有 误导他们的倾向 如果你 思维 本身是对的 你的孩子 在你的教导之下 那他一定 能够成功的 所以 学佛的人 要学 仁义理智 要学什么呢 要学菩萨 怎么样 慈悲心 要多培养 孩子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 很多的听众 都把孩子 送到台长这儿 来听课 来学习佛法 四岁的孩子 就会念心经 七岁的孩子 大悲咒 十三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那些孩子 全部都在念经 全部都在拜佛 试想一下 这些孩子 将来 是什么样的人才 他们能够 为社会 为国家 为家庭 做出很多的贡献 这个就叫善教 很多爸爸妈妈 因为跟孩子 前世的冤结 他们教育不好孩子 但是 他们 让孩子 学佛法 让菩萨 给他智慧 这些孩子 就能 茁壮成长 这些孩子 今后 就是国家的 根本 而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 是因果报应 因为你 因为你种下的 这个因 一定有这个果报 因为你有这个恶习 所以你才会 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因为你有这个善良之心 你在社会上 活得 才潇洒 谁都喜欢你 所以 我们要 辅助教育 之药道 我们要懂得帮助 用佛法来帮助和教育 后一代 下一代 台长 接下来 继续跟大家 说说 我们 心理想的佛菩萨 和都市 心念佛 所以 我们大家知道 学佛 要 生出 真信 发出 切愿 自诚 恳切 什么意思啊 就是 我们学菩萨 我们学佛 念经 我们要 生出一种 真诚的 相信之心 我们要 发愿 这个愿 要发的 真切 所以叫 发切愿 我们的意志 要诚恳 要记住 新成 则灵 学佛 也是要新成 我们要用 观心念法 有时候 要用 色心念法 就是 都色 心地的念法 所以叫 都色六根 这个六根 要干净 所以念佛的时候 你的心中 实际上 用佛法讲 叫 意根 因为心 在你 人身体的当中 这个心 它是没有 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东西 所以叫 意根 也就是你 意念的根 所以 我们说六根 那么 首先 我们要把 心中 这个意根 要念的 清清楚楚 你的口中 那个叫 舌根 也就是你的舌头 这个根 要念的 清清楚楚 你念经 要把耳中 也就是你的耳根 要听的 清清楚楚 所以 你的意念 和你的舌头 和你的耳朵 这三根呢 都要 一一的 能够 念的 清清楚楚 听的 清清楚楚 心中 要想的 清清楚楚 所以 眼睛 就不会 东张 西望 鼻子 也不会 嗅出 其他的气味 身体 也不会 懒惰 懈怠 这就名为 都舌 六根 都舌 六根 这是念经 很重要的 一个方法 就是让你 心 能够 静下来 让你的耳朵 不要乱听 让你的心中 意念 不要乱想 让你的手 口中的 舌根 要念的 清清楚楚 不要 乱说话 所以 都舌 六根 念经 虽不能 全无妄念 也就是说 不可能 把意念 全部的 忘掉 因为很多人 念经 念到一半 都会 妄念 杂念 相继的 就起来了 所以呢 很多人 很难 把自己的心中 安定下来 但是 必须 要安定 因为 你要把心中 清静 所以 叫 静念 因为只有 静念 你才念得出 效果 那么 怎么来 静念呢 就是叫你 意念 不要动 口中 舌头 不要乱讲话 耳根 要听 自己念经 要听得 清清楚楚 所以 如果我们很干净的在念经 如果我们能常常的相继 无有间断 相继就是继续一直下去 那你的心 自可归一处 因为你今天 念经 都是六根 你的耳朵 你的意念 你的舌头 虽然都 想集中 但是可能你的意念 还会散出去 百分子二十 或者 你今天念了一个小时 你有六十 心 还是在乱跳 耳朵还听到其他的声音 等等 那么你明天再继续这么做 可能就变成百分之五十了 如果你一个月坚持下来 你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你的心 还不安定 那么这么相继的下去 无有间断 你的心 那么自然 可以归于一处了 大家要记住 我们学佛 要学修心 你的心 如果能 把自己想得浅一点 什么事情 不要懂得多一点 什么事情 不要去 追根 跑底 你的心 就得安定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看见人家在焦耳结石 只要看了他一眼 他的心 马上就会不安定了 他第一个感觉 就是 人家可能在说他 他第二个感觉 他就会恨人家 他第三个感觉 就是他必须 反击这个人 所以 一念之差 因为你 刨根 问题 你想把事情 想得深一点 接下来 就给你 带来的危害 也深一点 所以我们 学佛之人 把问题 要看得浅一点 把心 要看得 放得淡一点 只有 你把智慧 想得深一点 你的心 要淡一点 所以我们要看淡这个世界 要学佛的人 就是要把这个世界 统统的看得淡一点 明明这个事情 很复杂 我把它看得简单一点 明明这个人 在说你不好 我认为 我认为 他是在说我好话 他这个人 不会说我坏话 明明这个事情 已经造成了伤害到你 你把它看得淡一点 这是你自己因果所报应 可能你前世欠了他 也可能你今世 没有做好人 所以要自责 经常生惭愧之心 经常想到 我很惭愧 当一个人经常想到 自己惭愧的时候 他才能进步 他才能进步 他才能永远的望前 当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 他才能得到进步 当一个人被人家诬陷的时候 当一个人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这个人才能懂得在消你的业障 因为任何一个人对你不好 你要把它看成都是你的增上缘 都是增进你上进的一种缘分 一个人想进步 就必须学 学什么呢 就是学菩萨的境界 因为当一个人境界极高了 他才能看得远 想得开 犹如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你还会被很多高楼大厦 前面的高山名川所阻挡 只有当你站在更高的山峰上的时候 你的眼前是一片的光明 你的眼前是一片的空白 所以心情要随着自己的境界而走 这才是学菩修心之人的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台长就给大家白话佛法说到这里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记住每星期天十二点钟到十二点半 有半个小时呢 是台长给大家的白话佛法节目 很多听众非常喜欢听台长说这个白话佛法 台长以后还会跟大家讲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